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块的内容会有一点点多 所以我做了一个重新的组织 然后我们会一会儿先从decoding开始 我们看一看这个东西要真正的去运作 去刨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组件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每个部分可能是怎么样去生成的 然后里头会涉及到哪些的知识 然后有一些细节的地方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所以我会给大家把大体的意思讲一下 然后会提供一些资料 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下课以后咱们可以再深入的去交流一下 然后我把主流的两个SMT就是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都布在了服务器上 回头这台服务器呢会发给 发到大家手里 所以大家可以去跑一跑 就是这个地方的摩西 Moses decoder 和 Newchains 然后如果有同学对 对机器翻译对Machine translation感兴趣的话 你其实可以看得到啊 如果你去看最新的这些paper 包括Google 然后去年啊 发了这篇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说把这个机器翻译的准确度提升了多少多少 然后他们比对的这个标准都是 都是这个统计的机器翻译 然后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摩西这个库 我以前做Machine translation的时候用过里头一部分的 呃 他的一部分的工具 然后这个 他的 这个系统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系统 直到我 昨天还上去看了一下 就这这几天代码还在继续的做update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论文里面 在Google在做比对的时候 都是以他为baseline来做比对的 也就是说如果做的不如他的话 说明啊 基于神经网络的这个机器翻译实际上做的还是 这个程度还是不行的 所以你会看到大概在前年的时候 你最初开始用神经网络去做Machine translation 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 我们一会儿会告诉大家有个评估的指标啊 叫BLEU 我告诉大家怎么算的 这个指标 你会看到 他评估的这个结果 实际上之前好长 很长一段时间 基于神经网络的这个翻译系统都是 达不到这个 基于统计的statistical这个Machine translation的这个效果的 直到去年 是稍微超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系统非常非常非常新啊 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做update 有信息的同学的话可以 在这台服务器上可以再跑一跑 然后我们这个操作这个指南文档之类的东西都会都已经整理了 会打包一起给大家 好吧 然后我们来 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稍微有一点点多 我们先跳到前面有几讲的内容是中文的 然后你会看到最后的这个解码和评估的这个两部分是英文的 但是这两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用中文讲 然后它的 包括内容不会 就核心内容没有那么多 所以大家跟着我的这个节奏过一遍就好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就是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系统 基于统计的 基于翻译的系统 如果真的要跑起来的话 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快一点往后跳 我会带大家来看 他需要三个 他需要三个东西 一个叫chancellation model 一个叫language model 一个叫reordinary model 所以对于大家而言中间的这个部分 叫语言模型的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了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 我们在上周的课给大家提到了语言模型 它会用来评估这一句话 简单说就是这句话 我们会不会这样去表达这句话 或者这句话的一个通畅程度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翻译出来的这个 你翻译出来的这个结果 大家看着书不书 或者读起来通路通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指标 所以这一部分呢 language model 这一部分是一定有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怎么怎么去 生成这个语言模型 你也知道这个库 我们上周就给大家提了 你会看到有另外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translation model 还有一部分叫reordering model 这是我们一会前面的大家看到 手上拿到这个 这些资料的前几讲 就是主要是为了这两个东西去服务的 然后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能完成后面这个decoding解码的这个部分 ok 好 所以我们 说回到这个统计机器翻译啊 就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而言 机器翻译这样一个问题而言 实际上我们也是从和大和其他的machine learning 这个 机器学习的这样一些问题是一样的 你需要从大量的语料当中去学习出来说 我去在新的数据集上怎么样去做相应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prediction 比如说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预测问题嘛 比如说汉语到英语的一个翻译 实际上你做的事情就是你希望在一个新的句子啊 我没有看过的这个样本 一个新的句子上能够知道它对应的这个 比如说中翻音 就是对应的英语的这个句子 对应的英语的翻译到底应该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构建这样的一个model 一个模型 那我们首先需要准备大量的数据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这个数据叫做平行语料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平行语料 那什么叫平行语料 所谓的平行语料就是指的 你要做的这个原语言到目标语言 这两种语言一对一的句对组成的这样两个文件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这台 都能看得到我的屏幕吧 都能看得到我屏幕吧 所以我们切到上一期目录 这个底下有一个data文件夹 然后大家会看到data文件夹可以带大家过一遍 所谓的双语的 所谓的双语的这个语料 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tm tm是一个缩写 叫做tenslationmodel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有三种model 对吧 你看到这个文件夹底下提供了数据集也是按照这个东西来排布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tm channeling set 它表示说是用于translationmodel 也就是我们说的翻译模型 这个翻译模型不是句子的翻译 实际上我们往后看会看到它是phrase 基于短语的翻译 也是翻语模型它所用到的语料 我们来看一眼 底下会有几个很重要的文件 先不用管对齐alignment这个文件 我们先看看chinese和english 然后如果你看一眼的话 你随便打开一个chinese.txt 你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这是一句话 每一行都是一句话 这个地方总共有10万的平行语料 大家是可以自己拿着去跑的 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ok 那对应的 你看到这个地方的english.txt 里面就是刚才的每在同一行啊 只要他们行的编号是一样的 他们就是对应的中音句对 ok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平行语料 大家现在有个概念就好了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大量的平行语料上去学习出来说 这个翻译应该怎么样去完成 那神经网络的这个翻译系统可能是 可能它会对词去做一些 做一些表示 对所有的这个word去做一些表示 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课会提到啊 比如说word vector或者其他的方式 就表示成计算机能读得懂的这个向量 数值的这些向量 然后再去做后续的这样一个映射或者是对应啊 编辑码这样一个过程 那基于统计的这个机器翻译实际上是在挖掘在这么多大量的平行语料上 比如说我之前做machine translation的时候 用到的可能是E级别的平行语料 对 那个时候射手网还没有被封掉 所以我们大概是从 我从我们从射手网上拉了一大堆的这个大家贡献的这个 英文的比如说电视剧啊 美剧 各种美剧 英剧等等的翻译啊 都是都品质比较高的 而且里头有很多根本就不是直译 是意义 所以这些东西是 所以你会看到最后翻译出来 结果有非常非常地道的这个非常非常地道的表达方式 ok 所以很重要的是平行语料 这个地方有10万的平行语料 那我们实际上统计机器翻译就是从这个平行语料里头去挖掘出来说 中文里头的一个短语 我在英文里头有多大程度 有多大概率 因为是统计嘛 有多大概率 会映射成英文里头的某一个某一个短语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你可以 你可能会翻译成I 可能会翻译成me 有可能会翻译成myself 所以它是有不同的映射的 所以我们最后大家会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训练一下 我这个地方应该已经训练过了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今天自己跑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最后 我们看到这个work底下有一个freeze model.freeze文件夹 底下有一个table 刚才 最后我们解码要需要用到的 就是这几个table 我们来看一下freeze translation.table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到底 我们先了解一下吧 它到底长什么样 那统计机器翻译呢 实际上就是做了大量的运算 他做完运算以后 他的结果是 他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统计表 这个不太好用 可能就叫c 可能就叫v 那我粘贴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去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中文的no 难怪 会被翻译成英文的no wonder 然后这个地方后面会给你一系列的概率 当然这个概率可能是求过log 或者是其他一些运算的 大家先可以不用管这个 所以统计机器翻译在做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他去挖掘大量的平行语料里头 我能找到说中文的一个表达 一个短语的表达 在英文当中对应到另外一个表达 英文当中表达的一个概率到底是多少 一会他会把这个东西去串成一句话 真正的最后解码的一句话 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是从我们的10万的平行语料里头挖掘出来的 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短语都是从里头 你看这个地方的对方 叫做other side 或是the other side 对吧 所以他有不同的对应方式 但是每一种方式它的概率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统计机器翻译在做的事情 好 那为了能够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有三个table 对吧 一个叫chancellation model或者chancellation table 就是我们所谓的短语对应翻译表 概率表 那还有一个是language model OK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刚才reordering model 那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后面的部分 我们先来一步步来看 首先你手头上拿到了这个双语的平行语料 你可能会去做一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你在做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这个应用的时候呢 你是需要 你也会做 你在真正开始工作之前一定会做一个东西 叫做数据的预处理 对吧 那有老师会告诉你说 OK 你拿到数据不干净里头会有noice 拿到数据里头会有一些不真实的数据 会有一些这个离群点等等等等 那同样在这个双语的这个平行语调当中 我们去做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预处理的一些工作 那这个地方的预处理呢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其实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这里头会把一些数字啊 比如他会去做一些 我们之前的正则表达式 之所以非常有用 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可以体现出来 你看到在继续统计的机器翻译当中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模式 我们需要去对它做一个转化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泛化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你会看到一句话里头 中文到英文的一句对话里头 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比如说123.45 那它翻译成英文当然也是123.45 但是你要知道数字这个东西 它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你的平行语料里头 如果它有 比如你有2000万的平行语料 ok 你的平行语料里头可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数字 你当然可以告诉计算机说这个数字对应在英文当中也是这个数字 但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嘛 而且你刚才大家看到我们最后存的东西是什么呀 是一个概率表 这个概率表如果要把所有的数字都存下来的话 它可以存 而且它也能找到这个对应关系 但是这个概率表会因为这个数字而变得非常非常的庞大 所以最后你去做这个translation 做这个翻译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数字就占掉了很多很多的内存 所以我们会预先的对数据去做一些预处理的工作 比如说先把数字的这个词汇用一个东西 一个特定的符号来代表 这个大家都能能理解吧 那你用正子表的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啊 无非就是把这些数字串嘛 带点的这个啊 像符点符点书符点书的这个数据的这种类型 全都转成这样一个符号嘛 这很简单的这个事情 对吧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啊 这只是举个例子啊 我们看下面会有更多的处理 预处理 然后是分词 因为大家知道中文的话和英文是不一样的 我是没有纯天然有空格区分开的 所以有同学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看到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给刚才给大家的这份这份数据 我是已经做好了分词的 那这个你可以用接吧去做 或者是用其他的工具啊 大家都知道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工具 你去看 我是做完了分词的 中间是有空格格开的 对吧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说了接吧 你可以直接用命令行对这个整个文件 整个文件 中文的文件去做一件分词 对 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这样的预处理 分词 OK 然后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去做转化 不然的话你待会的 你可以不做转化去做 短语的抽取 去做概率的计算 但是这个东西就变得 你就会有很多荣誉的信息 这个东西会吃掉你很多内存 所以对性能而言它是有影响的 那你可以把里头一些东西 比如说数字 比如说日期 比如说时间 比如说网址 大家能理解吧 这是一些可以一些有固定模式 通用模式的这样一些表 这些一些短语 一些表达 这些东西它是不可没举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通过字典来来做分词或者做查找 那你干脆你就在分词之前 我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用证则表达式去做一个替换 自动把它替换成一个 比如说number date time 或者是网址 对吧 这个website等等 ok 所以这个工作大家之前有这个有这个证则表达式的基础肯定是能做的 所以 呃 然后这是中文部分啊 中文部分 这只是提一下这样固定模式只说了这几个东西 但实际上你可以 找到更多的类型 就是去减轻计算机的负担嘛 这些可以 规整成一个固定模式的这些东西的话 你都可以先做一个处理 那我翻译成 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 比如说网址我就不用翻嘛 数字就不用翻 日期就不用翻 我直接把它放出来 直接把它填进去就好了 ok 那英文当中当然也会去做一些相应的处理了 那一个很简单的处理就是大家能想象得到 英文的这个首字母都是大写的嘛 所以首字母大写它就会带来说 你会看到 如果你是不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丢进去做训练的话 你会看到所有的 英文每个单词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说 首字母大写和首字母不大写两种情况 但实际上是一个词 本质上 所以你肯定会做一些相关的处理 把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字母 然后大家都知道英文当中的话 你仔细去看的话 结尾是一个点 对吧 句号 那实际上这个点和刚才那个单词是连着的 这个东西你需要在中间有个空格分开 这是很detail的细节 但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不分开的话 计算机它是读不懂的 他会认为这个词和这个点 这个字 这个字符算在一起是一个单词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这个ok点 对吧 那个 这个over there there 后面点 这个东西是一个单词 他会认为是一个单词 所以你需要手动的把它分开 那同样的话 刚才说的这些数字啊 日期啊 时间啊 网址等等 我们也可以用 刚才不可没举的 他也是不可没举的 我用刚才的方式用正则表达式去把它 找出来 然后去做个替换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双语句的话 大家会看到啊 4月14号 我买了10本书 那实际上你做完处理以后 你的中文就变成了这个日期 我买了啊 然后number 本书 对吧 那英文就是i bought 这个number books on 这个某一天 date ok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明啊 这些都是很细节的东西 但你一会大家去看这个 比较完善的这样的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的系统 你都会看到里头都有这个处理 就包括一会儿 我们带大家看的new chance 或者是这个摩西 Moses ok 那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明 比如说中文的拳脚字符 你会考虑改成半脚字符来处理啊 等等等等 然后一些泛华的名字啊 这个啊 你这个分词就不说了 分词的话 你可以基于HMM 或者是这个这个地方叫做条件随机程啊 对吧 crf 但无所谓 对我们而言这个东西是比较工具类的东西 我们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语料呢 语料就是我们我们提前下载好了这个10万的平行语料 然后大家可以可以先看一样啊 中文我们是已经做过 我们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 那english里头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 大家去看这个english 你会发现所有的首字母已经被我们小写化了 对吧 然后我结尾的这个句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点我是和这个词是分开了的 我会先去做一个这样的处理 不然的话他待会儿会把这一整个单词连上这个点 会认为是一个单词 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已经做过预处理之后 大家看到的平行语料啊 中文和英文的平行语料 ok 好 所以这是这是这个第一部分是预处理 所有的数据来了 我都需要去做一些预处理 对吧 所以 对 这个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先过了 然后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 词对齐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 你想想我们去做翻译啊 如果 我们如果去做一个translation的话 你 你不可能说是逐个字的 以查单词 以查单词形式去做翻译 这样的话一定组成的一句话是不对的 所以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啊 这个地方我们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我们有一个文档啊 这个文档的话是从其他地方的block摘过来的 对 然后它是一个笔记 这个笔记是从 这个columbia 大学的NLP课程里头摘出来的 这叫IBM模型 是IBM1和2模型 然后这个理由 我们先不看它的内容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提出来这样一个概念叫词对齐 就是一切NLP的问题 他这个地方说 都离不开语言 语言的这个模糊性 或者说 奇异性的这样一个词 因为相同的词会在不同的语句当中的词性意义都可能会不同 所以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 如果现在是两门语言的话 大家想想啊 英语 比如说这个地方他举了一个例子 英语和日语的话 它们的语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 你没有办法直接按照查字典的方式 一个一个词去做翻译 原因是因为 你看看 英语的语句是这样的词性的排列 而在日语当中是这样的词性的排列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如果你有一句话的话 很有可能你处在中间的这个英语的这个词汇 对应到日语当中是对应在后面的 它不是按照一样的顺序去做排布的 所以这里头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叫词对齐 我得知道哪一个词和哪一个词是真正是对应的 工具先不看 我们先来看一看他说的意思是什么 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先看最后这样一张图 叫做今天天气真好 所以中文分完词以后是今天天气真好和句号 对吧 那英文当中是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today 然后点 所以你去看看这个对齐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是顺序是一致的 但是 有些情况下你会发现它有一些顺序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地方的今天today 那在英文当中他会把today放在 放在后面 对吧 那这个日期 那这是中文的表达方式 他放在首部 英文放在尾部 所以这个地方对齐就是指的 我要找到我在一个语种 我的原语言当中的某一个 某一个某一个词 某一个word 他在对应的这个target 这个目标的语种当中到底是哪个位置 所以大家理解了这个概念吗 这个叫词对齐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 所以我的双两个语种之间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我需要找到在 我的原语言当中的一个词对应到我的目标语言当中应该在哪个位置 这样一个任务叫做词对齐 那词对齐其实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任务 以至于在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呢 提出来的几个模型 IBM 是很早的 IBM 模型 IBM 呢 从 这个 IBM 模型 model 一到二 一直到三四五 现在已经到到五了 然后这个模型的话 它 有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叫做基杂 基杂加加 然后它是基杂的一个拓展 这是这是 SMT 的一个工具包啊 然后拓展的这个这个开发的部分 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它主要的算法是 IBM Model 和 HMM 就引码这一部分 呃 这个底下的话是它的一个使用 然后使用的话 这个 安装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管了 因为我们在我在这个服务器上已经给大家装好了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基杂 呃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们跳到上面的 tools 工具底下就有这个 这个大家加 然后主要用到的是这么几个文件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我啊 可以指定什么样的参数 OK 然后去对 对 然后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就是一会一会我们是需要去 我们实际在做训练的时候是需要去跑的 所以这个工具它有什么用呢 这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去找到哪个词和哪个词到底是对应的 后面它的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算法叫做IBM model 然后我们先不管IBM model的detail的细节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词对齐对称化 这个东西我用这个模型用完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文件 一会儿我们再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模型 OK所以词对齐化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把原语言到目标语言 或者是目标语言到原语言的这个词到和词的一个对应关系去生成出来 所以但这个地方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你去用基达加加这样一个库或者是IBM model 你去做这个训练的话 你会发现你从原语言到目标语言 从目标语言到原语言 它生成的这个叫词对齐的这个文件是两个不同的文件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对齐 两个不同的文件去做一个合并 去得到真正的对齐文件 OK可能今天有点绕我们来告诉大家 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告诉大家 你跑完这个工具以后拿到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想知道的东西就是两个语种之间词和词 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大家 有同学会提到一个问题 就说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查字典 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复杂的东西去做 那就像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提到的 我们说字典里头 你查中 你查这个中英的这个词典 你会发现一个中文会对应多个英文 对吧 它可能有多个英文的翻译 所以你其实是不知道在哪个场景下用这个词用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而这个地方提出来的这个对齐模型 它其实是有上下文的关系的嘛 所以其实这种统计的模式能够帮助你去找到更好的这个对应关系 而且这个词对齐只是词级别的对齐 它是一个中间的步骤 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最后去做解码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叫chancellation model 那那个chancellation model 那个chancellation table里头是需要短语到短语的对齐 短语到短语的一个翻译概率 那那个东西是基于词对齐去得到的 我们先看一看词对齐 比如说从中文到英文的一个对齐大概是长什么样的 这个格式看着有点 这个大家 我 找一个比过来 所以这个文件可能看着会有一点点的怪 大家看这个格式 所以你从中文到英文的话 下面是中文上面是英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天气后面 二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我天气这个单 这个中文的词汇 对应的是我英文上面的编号为二的这样一个单词 对吧 因为天气对应的是better 那真这个中国的词汉 汉语的词汇对应的是very 你看一二三四嘛 这是第四个为止嘛 所以对应的是very 这样一个英文词汇 那好对应的是第五个good 所以你用鸡打跑完这个词对齐之后呢 拿到的实际上是 对你用鸡打跑完这个词对齐之后 拿到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底下是你的 目标底下是你的原语言 上面是你的目标语言 然后他会告诉你原语言的哪个词 原语言的每个词会对应目标语言的哪个位置 目标语言的哪个词位置 OK对这个格式大家应该能看得明白吧 这个格式 对然后下面这个东西就是反过来 就是英文到中文 所以你会看到weather对应的是天气 对吧very对应的是真 三嘛 good对应的是好 那这个today对应的是一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有这样的两个文件 对不对 他就是接下来最后生成的这个对齐文件 我们先不说这个对齐的算法 一会儿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那实际上他下面做了一个解释 说第三个行的大括号里的数字 实际上代表的是大括号前的语言 对应的目标语言的位置 所以你会看到天气对应的2嘛 weather嘛 weather的2对应的也是天气嘛 只不过中文和英文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别 然后这个地方的最终的输出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会把两个文件通过算法去做一个合并 合并完以后 你最后每一行拿到的格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我们实际的工程上 就这实际的工程应用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看一眼啊 我们的预料里头 我已经跑完了一个结果 在data里头 然后你会看到这里头的tm testlationmodel 里头会有一个alignment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代表我的第一行 我的原语言和目标语言 我的双语语调的第一行的对齐关系 我第二行的对齐关系 这个对齐关系是从刚才我们两种语言分别的对齐关系当中去合并得到的 下面我们给大家提一下这个合并的这个算法 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说什么样的场景需要用到词对齐 这个同学是刚到是吧 那你回去以后可以看看我们前面的我们前面给大家 带大家看到的这个最后生成的这个table是要需要一个概率表 短语到短语的概率表 而这个短语到短语的概率表是需要通过词对齐去生成的 所以文件的每一行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我们会从每一行去生成一个这样的对齐文件 而这个对齐文件是从从上面 我们带大家看到这个中到阴或者阴到中的这个对齐文件去合并得到的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词对齐的一个算法 词对齐的一个对称化的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反正看到的文字表述可能会有点蒙 简短一点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你刚才呢 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 实际上你是已经有了一个单向的一个对应嘛 那实际上现在它就是便利这两个单向的便利 单向的这个对应表 试图去找到两个两个 两个语种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这个看上面的算法 中文的算法表述的话看着会有点蒙 我们来直接看这个例子 说这个对齐算法呢 要求的输入是已经有了两个单语 就是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的这个对应 所以 你大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了中文到英文的对应对吧 我们说原语言是在底下 然后目标语言是在上面 对就是中文到英文 英文到中文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组成一个这样的矩阵 大家能看得懂吧 这样的一个一个 矩阵的一个排布 中文是今天天气真好 然后英文是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today ok 然后我们会把刚才的对齐信息填充到现在的这个矩阵当中 实际上就是用的这个 你可以认为它是 对它 着色上了一个颜色 ok 那所有的双向对齐什么叫双向对齐 双向对齐就是我从中到英的时候 我看到说天气对应的是二号位置 ok我从阴到中的时候 我发现weather对回去也是天气 那所有的这样的东西 我会以时心的方块去标识 我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说清楚了吗 所以你看到weather和天气 有一个时心的对齐 然后very和真 然后good和好 然后这个句号和句号 它们都是时心的对齐 因为不管是从中文到英文还是英文到中文 你就会发现它都是这样一个对应关系 ok你会发现有一些虚 有一些虚 虚这个虚线的一些空心方格 那这些方格表示的是单向的对齐 如果你仔细看过去的话 你会发现 我的这个 就是今天 或者说我的这个today today实际上是对应了 1和5 就是我我我这里头有一些对齐不是双向的 两个都有的 然后比如说我的这个天气 weather这个部分 后面会有一个 就是这这样两个东西 这两个并不是在这个中道英和一道中当中 都有的对齐关系 所以我会把 我们双向和单向的这个对齐关系 分别以时心的 这个时心的这个方块 黑色方块和虚 这个虚线的这个 空心的这个方块去做一个表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后拿到这样一个结果啊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填充完以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ok 所以我现在我需要去找到真正的双语的一个对齐关系 我会怎么样去做呢 他会去便利刚才的这样一个 对齐表 然后对邻居去做检测 所谓的邻居大家能理解啊 这个方块的话无非就是上下左右嘛 所以如果邻居当中存在单向的对齐点 意思是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的黑黑色 天气啊 weather天气这个 方块这个时心的方块 它的周边是不是会有一个单向对齐的点 对吧 他左侧会有一个有一个 这个虚线的这样一个方块 单向对齐的一个点 并且这该点的两个词中 两个词中存在一个没有与任何 词对齐任何词的双向对齐 就是你如果刚才去看这个的这个单词 你会发现 他对应的就是就是他并没有 他没有和 他没有和 sorry不是不是 这个这个地方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今天后面会有一个空格 对吧 就是没有对齐 然后意思后面会有一个空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是 没有对齐的一些一些节点 也就是空的节点 如果存在一个没有与任何词双向 没有与任何词双向对齐的这么一个一个节点的话 会把这个节点加到这个对齐当中 意思是你刚才看到这个天气 左边这个定观词的 他有他没有和任何的东西去 他没有没有对齐 所以你会把它添加到这个对齐信息当中 也就是刚才的这个weather 我们是从weather辐射辐射出去的嘛 你看这个weather这个实行方块 我找了一下他的上下左右 我发现他左边会有一个 没有与任何词对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存在一个这样的词 那我把这个词会加到这个对齐当中 表示天气实际上的对齐关系应该是定观词的 再加上weather 因为这个定观词 实际上没有与任何的词有一个双向对齐嘛 它是 它是单向的 这个 我这个地方表述清楚了吗 我们里头有一些 就是你又击杂跑出来的结果呢 是一个单向的结果 所以 从这两个单向文件里头 你会看到 有些词它是两两对应的 但是有些词它只是 它只是单向的 它没有和任何的词去形成一个双向的对齐 那这部分词会 我会通过一个算法去扫描 从前往后 去在每一个 每一个实行方块去扫描它的上下左右 当你发现一个这样的词的时候 你会把它添加到我当前的这个对齐当中 我说清楚了吗 这个过程 OK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实际上这个算法会做的事情是 我会去扫描这四个实行的方块 然后上下左右 然后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 它相邻的位置 对 它相邻的位置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这种 没有双向对齐这样一些点 然后把它加进去 OK 然后最后一步啊 就是刚才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步是最后 它还会检查一下所有的节点 所以它刚才会把 在在刚才做完这个合并之后啊 就是这个定冠词和weather合并了之后 它会去再扫描一下所有的节点 如果它发现这个里头 居然还会有一个单向对齐的节点 你发现这个today 它是一个单向对齐的一个节点 OK 那它会把这个today和今天 也会加到这个对齐对齐文件当中 所以 总共有三 总共有有三步 第一步是我会根据 击杂跑出来的这样两个单向的文件 去生成一个这样的啊 当然它在代码当中实现不是这样的 但为了大家直观可理解 它实际上是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对齐图 然后紧接着它会去扫描这里头的实心方块 也是我们说的双向对齐的这样一些词 它的邻居 它会去扫描它的邻居 OK 如果它的邻居里头有存在 存在某些词不是双向对齐的 它就会直接把这个词加到我现在的这个对齐文件当中 OK 然后最后它会再去扫描一下这个这个空间里头所有的点 所有的对齐的这个节点 如果它看到了只有任何的单向对齐的点 也会把这个点加到 加到这个对齐文件当中 所以你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生成最后的一个 对称化的一个词对齐的一个信息 呃 词对齐实际上是 比较重要 但是又比较难的一块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是 我用积杂 用IBM模型跑出来 这样的两个单向的 单向的对齐文件之后 我对它去做合并 去拿到真正的这个句子和句子的词对齐的这个信息啊 大家刚才已经在这个文件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个对齐的信息 当句子很长的时候 你大家可以看到啊 32对39 对吧 第4对17 所以显然它会有一些位置的一些调调整嘛 就是中文和英文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顺序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给大家提到的是说 鸡蛋跑出来两个单向文件之后 我怎么去做合并 下面这个算法 然后你怎么去得到刚才的这个 对中到阴和阴到中的这样一个对齐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复杂的一个模型 叫IBM model 叫做IBM模型 然后这个IBM模型呢 里面会用到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算法 叫做EM算法 EM 如果大家之前了解过机器学习 你学过这个混合高速模型这个模型的话 一定会了解这样一个算法叫做EM 然后它也是一个迭代的一个算法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 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文档当中有一个 IBM一二这么一个 课堂笔记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眼 所以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无非就是一个对齐嘛 前面这一段说的就是说 我们我们实际上英语到日语 或者是汉语到英语 它的对齐对齐是不一样的 语序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去找到说哪个词和哪个词是真正的对应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一个一个单词去做翻译 因为就是 这个情况的话 基本上就属于你查字典嘛 你根本就不懂中文到英文 OK 所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办法去捕捉到 所以我们需要 一个办法去捕捉到词和词的一个对齐关系 对吧 那所以大家做了非常非常多努力 我可以告诉大家在IBM 我都提出来之前的话 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据事上的努力 据法分析的努力 实际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你去看 你去看这个模型 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new chance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页面大家能看得到吗 然后我们往下图啊 或者是摩西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我的使用方式实际上是会有多种使用方式的 然后目前你的比如说基于神经网络的这个翻译系统 实际上他比对的 他只跟他只跟这个free space 这个方式去做比对 最底下这个东西叫语法术 他会分析句法术 就是句子的这个语法 但是这种方式做出来的翻译系统其实效果并不好 所以虽然现在就是大家去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都会去学习这个做句话分析啊 这个命名实体识别等等 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知识一些任务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在machine translation当中 已经用的不太多了 ok 所以在实际上实际上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做了非常多努力 我们做了这个句法分析努力 但他发现这个效果并不好 为什么 因为当句子非常非常长以后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 我们就拿我们自己的母语来说啊 中文其实是很博大精深的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表达方式 尤其当这个句子长起来的时候 尤其当大家这个 你就随便上上知乎上上这个微博 你就看得到大家逗逼的表达方式 对吧 所以当你的表达方式 多了以后 你就发现你这种 自己想去归纳出来一个模式 归纳出来一个pattern的这种方式啊 从大量句子里头去归发归纳出来这个语法 语法的一个方式的话 它并不凑效效果并不太好 所以干脆大家就说算了 那你别去做这个努力了 我们直接从用统计的模型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一看 能不能找到一个方式去这个了解 到底哪个词和哪个词是对应的 那下面的模下面的方法 这个model我先不跟大家讲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大概的一个思想 大家会想一想啊 如果我只给你一句话的话 中文和英文 你现在既不认识中文也不认识英文 因为计算机就是这样的嘛 他他他他没有任何的鲜艳知识 所以在你你如果不给他大量的语量 只给他两句话的话 中文和英文的话 实际上他是不知道中文里头哪个词 是对英文里头哪个词了嘛 这完全就是一个蒙逼的状态 所以我怎么样能知道中文和英文词是怎么对应起来的呢 那你就开始给他大量的数据了 我也给他大量的数据 比如说你给他一百万的平行语料 他现在他本来是不知道的 当他开始观察这些句子的时候 他发现哎 当英文和中文当中 当英文里头出现一个China的时候 这下面这句话里头好像一定会有一个中国出现 或者中国得 或者是这个 对 对就是和中国相关的这样一个表达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他实际上是做一个观做一个统计观察 因为他原本并不知道这里头哪个词是哪个词嘛 但他看到哎 这句话里头有有这个China in China 下下面一句话里头有有这个China 这个什么什么 economy development等等等等啊 就是你 所以有很多句话里头都同时出现了China和中国 那他就会去猜说哎 中国和China应该是一个对峙 对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就是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贡献嘛同时出现嘛 对 所以 本来他是很蒙逼的状态 但当你给他很多很多语料的时候 当他在这些平行语料里头去做观察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哎 好像我可以我可以知道这两个语言里头 哪个词和哪个词可能是对应的 所以基本上你你 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算法就是基于这样一套方式去做的 只不过这一头的话 他做的他会借助一个很很经典的一个算法叫EM算法去完成 完成最后的这样一个对应 这个地方会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你如果你真的去学这个统计机器翻译的话 通常这个东西他们会开一门课来讲这个这个内容 然后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这个噪声信道模型 然后会告诉你说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呢 你你去看一看他翻译做的事情就是我从一个原语言翻翻译的 一个翻译的一个语言嘛 所以我是从从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法语 它是一个法语到英语的一个翻译 所以F是French啊 英语E是English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F代表法语 E代表英语 所以你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要去评估一个概率 从F到E的这样一个概率 对吧 也就我已知法语的时候 我我给英语这句话的一个概率 那这个东西的这个贝耶斯我们之前刚讲过 所以根据贝耶斯的这个概率论的一个 理论的话 我们知道他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个格式 然后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底下这个PF分母啊 就之前那些贝耶斯那些课 我会给我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分母这一部分大家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对于同样一句法语而言 我翻译成不同的英文 我最下我下面的这个分母PF 这个法语的概率 它是不动的嘛 保持不变嘛 所以实际上我在顾的是这个分子嘛 所以大家大家能能理解我这个地方说的意思吧 呃能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啊OK好 我我我尽量的把这个地方说的清清楚一点啊 但是这块确实它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 背景知识 就叫数学数学部分的东西 所以我们从最抽象的上层 我们来看一看他做做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他通过一个贝耶斯的这个公式呢 把刚才这个法语到英语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概率 我把它换成了一个P E和P E到F的这样一个概率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部分其实是什么呢 P E是什么呀 P是个语言模型嘛 也就是说你最后翻译出来这句英语的话 我要考虑的是这句英语的话本身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英美的这些说 以以英语为母语的这些人会不会去做这样一个表达 所以这个是P E 那后面的P E到F呢 实际上是真正的 我从英如果从对应的这个英语当中去翻译到法语 它的一个概率 那这个地方IBM呢 呃这个model呢 IBM model啊 其实进化到现在大概IBM到第五代 OK IBM5 然后最最最最需要理解的是一和二这样的模型 当你理解了以后后面的三四五只是在它基础上去做了一些变更 那IBM一他说的事情是我需要引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对齐 也就是词汇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因为很很显然很明显不同的语言当中同一个意思的句子的词汇肯定会关联起来吧 这个是翻译的基础 所以我刚才我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抽象 我说中国和China频繁出现的时候 我会认为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对应 那这个地方呢 对齐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度M的序列 主要这个M实际上是一个原语 M是F 就是就是你现在是从法语翻译到英语嘛 所以你法语有多这个句子有多长 实际上这个序列它就有多长 OK 所以 这个实际上就是将法语当中的每一个词映射到英语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事情啊 做的从法语到英语实际上法语到英语的一个映射的序列 这个对齐实际上是什么呀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2345666 那就是说这个单词法语当中这个单词对应的是英语当中的第二个位置单词 法语当中这个单词对应的是英语当中的第三个位置单词 然后后面会有三个法语当中的单词 它实际上对应的是英语当中的一个单词 所以是一对多的情况啊 多对一的情况吧 所以这是从单向的一个语言语种到另外一个语种的一个对齐 那我们怎么去获得这个对齐的信息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需要去初始化一个东西 比如说他这个地方初始化了一下 但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这个对齐到底是什么 所以每一种对齐的概率 他会初始化一个概率 就是在 给定了这个英语语种 给定了我现在对齐的这个长度啊 就是m是有有多少个元语 元语言有多少个词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对齐关系的每一个对齐关系 我都初始化一个初始值 大家来想一想啊 你每一个词无非就是能对能能做一个什么样 这个每一个词 每一个元语言的词 无非就能对应到目目标语言当中的某一个位置吗 那目标语言总共有l个位置 再加上一个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观察刚才的词对齐里头 会有一些是 比如说今天后面对齐的是对的是空的 对吧 所以他是允许你有一些情况下 你对到一些空的位置 所以他会加一个位置表示空 那你的目标语言总共有l个位置 我加了一个位置 表示l加一个位置 我是可以去对应的 那总共你元语言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词要去对应啊 m个词对吧 那他概率是多高啊 应该是l加1的m四方分之1嘛 所以他会初始化一个这样的概率 他提出来一个很强的一个假设 就假设所有的排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对齐都是一样的 ok 然后 为什么我们要算这个东西啊 就是刚才如果大家大家 这个我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有点这个 带过了刚才 如果你仔细去看刚才这个贝耶斯公式公式的这个分子的话 你可以发现他可以去做一些变化或者是调整 所以你可以拿到你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是把这个排序的这个alignment拉进来了 所以把alignment拉进来了之后呢 我要求的是 带alignmentalignment这个分子的左部分和带alignment这个分子的右边这一部分 然后 这个东西我预先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需要初始化一个东西 我才能迭代得到 所以我就初始化了 我先初始化左边这一部分 这部分的话就是 任何一个对齐 我认为他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最后得到的这个概率都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因为总共你有l加一个位置可以对应嘛 你有你需要去对应m个 m个词嘛 所以是l加1乘以m分之1嘛 这样一个概率 ok 那右边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条件概率 条件概率的一个求和 比如说这样有两句话 对吧 那这两句话的话实际上它就是 从这个英语到法语 以你刚才的这个对应关系 以你刚才指定的这样一个对应关系 在他的这个条件下 所有的这些对应的一个条件概率 我这个地方 可能大家自己这个回头想一下啊 就是t就是一个条件概率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分解成词到词了 从英文到法文的一个词对词的一个 词到词的一个翻译概率 ok 前面这个东西是一个 排列的一个概率 所有的alignment的一个概率 所以我出我先 我的普通贝 我的贝耶斯公式得到这个分子 实际上这两部分就被被展开了啊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公式了 这就是ibm1 model 然后ibm2呢实际上就是提出来的一个em的迭代 就说我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初始化嘛 它是不准的嘛 所以我实际上是需要去做一些迭代去学习出来说哪一个排列 哪个alignment 这应该是 概率最大的嘛 所以这个地方底下实际上就是做一大量的技术 他有个em算法 然后这个em算法的e step和m step呢 实际上就是在做这个技术和代入 所以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去做大量的统计 你如果如果大家现在这一堆公式看的有点蒙的话 你就 你就从我们最上层给大家提到的这个东西去理解就好了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我我开始的时候是蒙逼状态 你给我一句话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个这句 我不认识中文 我也计算机 我不认识中文 我也不认识英文 所以我并不知道哪个词和哪个词是对应的 但没关系 你给我一大堆的词的时候呢 我会通过一个统计 我会发现说 好像china和中国 或者是chinese和中国人和中国德 这个东西 它的对 它是频繁贡献的 所谓贡献就是同时出现 那我就认为说这两个东西 它是一个一组对齐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高嘛 所以它这个迭代实际上就是在试图去挖掘出来这样的一些统计信息 OK 所以词对齐的话 IBM模型 IBM model的话 如果大家需要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看我这个地方给的这个笔记和原本的这个note 原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course note 然后 会有一些数学公式 但是你如果不想深究这个东西的话 你只需要去理解到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它是通过在大量的数据上去做一个统计 所以知道了哪个和哪个更有可能是一种对应关系 呃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这个课内容稍微有一点点的难 所以大家这个好像没有没有太大的反应啊 啊有有一点点懵是吧 OKOK 所以所以我们我们先抛开公式不说了 我们不说这个IBM model里头一大堆公式 大家大家了解到一个东西就好了 好了 它里头有个EM model EM algorithm EM的算法 然后这个EM算法呢是为了去捕捉到哪 为了去计算出来最大化的哪个词到哪个词的一个对应 啊 OK 对 因为这块的话 呃老师说IBM model的话可能可能一节课我都不一定能展开来 呃说清楚 所以大家先掌握到这样一个程度吧 好吧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工具 它叫做基杂 它可以跑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中文到英文的一个单向的对应和英文到中文的一个单向的对应 然后这个算法大家是听懂了的吧 这个对两个单向对应的文件去做合并 去对两个单向的 对两个单向的对应文件去做合并 啊 有同学问到了说为什么今天和today不能双向对应 对 这是这是这个IBM model IBM模型跑出来的结果 你是人 你有大量的鲜艳知识 你当然知道说今天和today是对应的 但是计算机没有 计算机在他的这个预料上 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啊 因为我们只有10万的预料 他从这个10万的预料 他里头他看不到 他他看了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出现了today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今天 那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today一定会出现今天 但他发现有一些情况下出现了今天没有出现today 比如说他他现在就翻译成这个 对所以能理解我意思 他就是一个统计的model嘛 所以你的双语语调 你的双语语调并不是完全对齐的 对 所以在他的角度 在他没有任何认知的角度 他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他的统计结果里头告诉他说 ok我的英文到中文的时候 我知道today对应的是今天 但是从我的统计的角度来看 今天这个中文的单词好像对不到today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对齐的算法能理解了吧 所以中到阴和阴到中的单向对齐文件有了以后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算法去弥补他 刚才可能会有错误 或者是可能会因为统计不全面导致的一些遗漏 所以我提出来这样 我们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算法 叫词对齐对称化的算法 去把中到阴和阴到中的部分去做一个结合吗 那这个时候天气和the weather 今天和today就 今天和today他就那个 对齐上了吗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第三步做的不就是这个事情吗 就是如果有任何遗漏的话 单向的话我就把它加起来吗 对 有同学问到说 这是类似于一个无监督学习的过程吗 有一点点像 因为它是基于统计的 而且我不需要你给target 就是我是基于统计的 就是做做评次的计算 对 词对齐的话 大家需要了解是有这么一个工具 然后这个工具能生成两个 两个单向的对应文件 然后单向对应文件去做合并 我们是有算法的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个东西 怎么怎么跑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到 再上一期 对 然后这个里头有个script 但是我要说一点啊 其实现在目前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 你会发现大部分情况下 他们的编程语言都是per 不是python 所以 是per的话 他为什么会用这个 因为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叫做胶水语言 它纯天然 它里面对正则表达式的效率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而自然原处理当中要做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正则表达式的一些处理 所以很多人会很情愿用这样一个语言去完成对应的一些工作 那这一头如果大家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这一头有一个东西叫做Rung Giza 有大家有看到这个文件吗 叫New Chance Running Giza 这个New Chance Running Giza 然后这样一个脚本呢 如果你去跑一下他 你我们可以 跑一下他 New Chance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我去你需要提供什么东西 你看啊 他就是一个对Giza这个工具库 他就是对IBM模型和HMM引码模型的一个实现 对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模型 他实际上要求这个 这一套工具呢 他需要你提供的是原语言和目标语言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原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对齐 大家能明白吧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已经我已经跑过来 我们来看一眼啊 实际上你生成这个 你你跑这实际上就是这句话 所以如果我们Ctrl C 然后我们粘贴一下 这不太好用啊 所以你看他就开始训练了 这个东西就是告诉他说我需要生成中文到英文的单向的对齐文件 我可以告诉大家整个整个机器学习的训练的过程当中 击杂这一步需要跑对齐这一步需要花的时间是最长的 之前我训练的时候大概有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都是花在这个上面去跑对齐 然后主要用的就是击杂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有一个他有一个多线程的版本 或者说一个分一个不叫分布式啊 就是并行的版本 叫MGESA 也是你看到摩西的这个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一个统计的 Machine Translation的一个package 然后底下会有一个GESA 和MGESA 然后它是一个多线程的 所以它能最大化的使用你所有的CPU资源 这个速度会快一些 OK 所以这是工具 这是工具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在做处理 我先把所有的这些词抽出来 然后我再去做一些统计 做EM算法去做迭代 这个过程会比较会比较长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到服务器上去跑一跑 回头会有这个账号和密码发给大家 不可以跨行 所谓的平行语料 这个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说以句子为单位 对 以句子为单位 因为跨行的话它对齐不了这么长 我们所有的Machine Translation 它用的东西都叫做双语的平行语料 所谓的平行语料的意思就是一句对一句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头会有一些工具了 这到step4 第4步 我们先不管这个东西 我们让它跑着 我们接着往后说 所以对齐这一头会用到一个算法 叫做IBM的12345 像现在已经是IBM5 有这么多个算法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你只要了解了IBM1和2 后面的算法就比较好了解了 但是老师说这个算法是属于NLP里头比较难的一个算法 不能说比较难 就是公式比较多的算法 所以可能需要去肯一肯 需要有一些数学的背景 然后去肯一肯相关的一些知识 然后你就能看得懂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那我们就从最上层去理解 它就是基于统计 你去看哪个词和哪个词 在我大量的语要当中会频繁的贡献 或者说同时出现 然后我就认为这样的东西可能就是对齐 那剩下的这些 如果有一些不频繁贡献 但是他这两句话里头已经有一些对齐产生了 那剩下的那些东西应该也本身也是对齐的 对 所以词对齐是这个地方的第二部分 我会做的事情 词对齐是为后面的东西去做准备的 为什么东西去做准备呢 为我的短语表抽取和概率计算去做准备的 你不要天真的以为刚才的词对齐 就足以给我的machine translation 去提供足够好的语料 或者足够好的信息 帮助我去做翻译了 这个地方是不够的 我我再给大家看一遍啊 就是OK我们切到这个好了 我们再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 model.phrase 这是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啊 统计统统计翻译模型 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个翻译模型 然后大家如果刚才 刚才其实很多同学已经看到了对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phrase chancellation.table 你看它并不是一个词对一个词的 它实际上最后它是挖掘了大量的 短语到短语的这样一些对应 不同长度的短语到短语的对应 而这个短语到短语的对应 实际上就是由我前面词到词的对应去生成出来的 你看把汉人赶出去 and driving out 汉 people 对吧 这显然不是一个词到一个词 它是短语到短语 好 所以刚才那一步是为这一步去做真正的做 去做储备的 所以我们跑完刚才那一步以后呢 我们拿到了很多词对词的对应 对吧 大家看到了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大家看到了这是词对词对应文件嘛 接着我会依赖这样 我会根据这样一个文件去抽取出来对应的短语 好 这个算法大家肯定能听明白 所以大家自己听一下就好了 这地方我该要开始抽取短语了 所以抽取短语的话 它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大家想一个事情啊 刚才我的对齐关系是不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吗 就是北京我知道是和北京对应的 房价是和housing price prices对应的 持续是和continued对应的 上涨是rise 对不对 所以北京房价持续上涨 北京house price prices continued to rise 那实际上 短语的抽取本质上就是从词对词的对应关系 以后去抽取出来 哪个短语和哪个短语可能会对应 为什么我们需要短语啊 因为这里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词和词之间可能会有些顺序的调换 对吧 顺序的调整 那如果我能直接捕捉到一段 一段短语和另外一个短语 短语 它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我不就直接这里头的一些顺序的调整 我就直接捕捉下来了吗 我不需要通过刚才词到词的那样一个跨 跨多少个格去对应的这样一个关系 去捕捉下来 我这个地方是举一个例子 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例子当中 刚好顺序是对着的 那你实际上去做 实际上其他句子都是对应的 并不是这样的 好吧 所以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原因是因为现在 这个例子可以看的比较明白 我是怎么样去抽的 如果我举一个顺序 很乱序的这样一个句子的话 你会发现待会抽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只是为了给大家讲明白这个东西 好吧 所以现在我有了词对词的一个对齐 北京房价持续上涨 这样一些词我都知道 和英文当中词是怎么对应的了 那我需要出去出来一些短语 比如说什么样的短语呢 这个北京房价 叫北京housing prices 这是一个短语 那持续上涨continued to rise 以及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抽取出来什么呢 这个房价持续上涨 这个housing prices continued to rise 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短语 如果下次我要去翻译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上海房价持续上涨 它不是一个一个词去翻译的 它直接会找到说 上海就能翻译成上海 那后面的房价持续上涨 我本来就有这个短语 我就直接把它拿出来就好了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翻译它就是去做了大量的统计的工作 实际上我就是把这个短语直接都找好了 你一会来了以后 我就是对这些短语去做一个组合就可以了 做一个匹配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已经拿到了这样的词对词的对齐 我怎么去抽取出来短语对短语的对齐 注意和这个同学 刚才有同学提到的一样 语序其实不是一致的 所以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简单 我就从前往后去 别出来长度为四为五的 我直接从那找出来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alignment 直接取出来对应的目标源的这个词去组成短语 它就是对齐的这是不对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里面有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一致性短语 什么叫做一致性短语呢 下面这个东西呢 你下面有一堆的公式表达 你看着会有点懵 所以我给大家用说人话的方式 找这个以这个例子为例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一致性短语 一致性短语要求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是这样的 如果你认为北京房价和北京housing prices 它是一个一致性的短语 就是是对齐的短语的话 他要求什么呢 要求北京房价这样两个词 在我刚才的alignment 大家别忘了我有个文件啊 词对词的文件 在我的词对词的文件里头 我去查找 如果在查到那个文件里头 北京和房价两个词 对应的英文的词 都在我这个英文当中 我不知道 我这句话大家能跟上吗 北京和房价 这样两个词 它一定会有编号嘛 中文当中的编号 你去查刚才这个 对应对 所以刚才这个词对齐的这个表 你就找到它对应的英文 你去查这些英文 是不是都在这个短语当中有 如果有 这就满足第一个条件 接着他会去找北京housing prices 这个英文的短语 当中的每一个出现过的词 如果他有词对齐的话 是不是在中文当中都有 然后他还会去找另外一个东西 他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叫做 你这两个短语 这两个短语 至少要有一个词 出现在我刚才的alignment当中 这地方可能大家有点 一开始听这个东西会有点蒙 就是那北京房价 你本来就是词对应过去的 怎么会出现不在这里面的情况呢 如果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看影 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对应表的话 或者是你去看刚才咱们给大家 跑出来的词对齐的这里头的这个部分 结果的话 你会看到这里头有一些是对空的 就是你最后你去 你最后运行完这个词对齐的这个算法以后 合并的算法以后 你会发现有些词 它是和任何东西不对的 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对空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对空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才会说 要去查这个词它的对应 它对应的这个目标语言的这个词 是不是都在这里面 如果在那个alignment里头有的话 好吧 这地方 然后既然既然大家大家 这个东西听着有点懵的话 我们直接看例子好了 中间这个这个算法我们就 我们就跳过好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刚才我说的这一大段 听着非常非常费劲的话 在说的事情实际上是什么 这个算法实际上是怎么去做的 刚才我们是不是有词到词的对齐啊 词到词的对齐对吗 好 所以我会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以目标语言为基础 你的目标语言可能是一句话嘛 那我会以目标语言的长度 不同的长度为标准去做一个扫描 怎么做呢 我先取长度为1的目标语言 我去取长度为1的目标语言 说明什么 我是一个一个词看的 OK我先看北京 他看到北京以后 他去找北京 在我刚才那个alignment 那个对齐文件当中 对应的中文是什么 他找到了 他发现是北京 OK 所以北京 英文单词 Beijing 对应的北京 是在我的这个对齐文 在我对齐文件 文件当中指明的这个北京 是在我这个中文当中是有的 然后紧接着他去查中文 北京 他发现对应的英文是Beijing 他发现 在我英文的这个phrase 短语当中 当然现在因为他长度为1了 所以你看不出来 在这个phrase当中 他也是有的 所以他就认为 哎这个不错 这个标红了 我把它标红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短语 抽取出来短语 只不过是长度为1的短语 最短的短语 好然后到了第二个部分 你看他往后跳了一格 他去找到housing 他housing呢 他去找这个alignment 找这个对齐文件的时候 他发现housing对应的是房价 他发现housing对应的是房价 那房价他查了一下 他发现在中文当中是有的 我中文这个短语就叫房价 然后紧接着他查了一下 中文的这个房价对应的英文是什么 他发现在alignment当中 在那个对齐文件当中 房价对应的是housing prices 那明白吧 就是房价这样一个中文的词 对应了housing prices 他发现这个prices 并不在我这个housing里头 能明白 因为你制取的长度为1嘛 你这个housing 你的英文当中就只有一个长度 长度为1嘛 所以你看了看 你发现明明这个prices 是在我的alignment当中 可以查得到的房价的一个对应 但是我发现它并不在我这个housing 这个短语当中 所以我认为这个房价和housing 它不是一个对应 就是大家需要理解的是 现在是短语到短语啊 所以房价你认为是一个短语 然后这个housing你认为是一个短语 然后我再用刚才这个算法去找 他们两个是不是对应的 我发现housing对应回来 我就查那个对应文件啊 就是这个1到2 什么2到3 那个对应文件 你发现housing对应回来的房价 对应回来是房价 你发现房价已经在我中文的这个短语当中了 但是你把中文的房价对应回去的时候 你发现是housing prices 你发现并不在housing里头 因为housing是我们刚才假设的长度唯一的短语嘛 所以这个就被我kill掉了 我认为不对 那你再往下走就是走prices嘛 那prices你就找这个对齐文件 你发现它对应的是房价了 然后你发现房价 诶这个是对的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啊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 我在 我我在很努力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讲明白 我相信如果大家自己把这个东西看明白了 然后你再回来听这一段的话 你会发现 呃还是还是挺挺清晰的 ok好 所以啊 那那那既然这个东西对大家而言 你理解起来非常非常的懵 那我们 从目标语言长度为二开始看好了 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如果你先我们目标语言长度为二的话 那是两个两个词嘛 相邻的两个词嘛 所以他先去找了他找了北京housing 对吧 这是相邻的两个词对不对 因为我要出发觉短语了嘛 我从词出发出发觉短语嘛 那这是一个两个相邻的词 北京housing 所以你查北京housing的时候 你去你去查这个对齐文件 你会发现他对齐的是北京和房价 能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北京就是编号为一嘛 目标语言里头编号为一嘛 housing是目标语言里头标这个标记为二嘛 那一和二这样两个目标语言对应回去的是一和二的 原语言嘛 对吧 对吧 所以北京housing 你发现对应回去是北京房价 这个没有错 这个符合我的要求 因为北京房价两个词都在我的这个短语北京房价里 但是你再看北京房价对应回去 你去找这个alignment 因为可能存在一对多的情况吧 因为房价是一对多呀 房价是对应housing prices啊 所以对回去你就看到了北京housing prices 所以你发现prices并不在我的北京housing这个短语当中 所以这是一个异常的短语对 我不要它 我不收它 这个和biggram和trigram 不是特别接近 他只是说我去找出来 连续的长度为n的这样的短语 我去看一看这个短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对齐的短语 就因为你刚才拿到的是词对词的对应啊 那我要找到短语到短语的对应啊 所以短语是由词组合来的嘛 那我无非就是把这些词组一组嘛 那以长度不同的长度开始去做便利嘛 所以你上面是长度为1嘛 现在是长度为2嘛 长度为2就是北京housing housing prices OK 这个prices continue的 这就是一个一个的我认为候选的短语 我只不过判断一下这个候选的短语里头 是不是能够产出真实的短语对 所以我会去做一个判定嘛 那你做判定的方式去怎么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查表 我去查这个北京housing 我去查它对应的 刚才那个对齐文件里头对应的中文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去看一看 这些中文对回来的英文是不是在我这里头也有 如果没有的话 拜拜 这个就不是我要的 你发现北京房价对回来里头有个prices 能理解吧 有个prices 那他就那就说明不全呢 那你的北京房价对回来 你只对到了北京housing 肯定这个短语肯定是不对的呀 所以这个短语我就不要了 那这个房价持续也一样 你发现它对回来 只对只对到了这个price 只对到到这个这个就是这个price 这个price continue的 你对回来以后 这个房价对房价持续对回来是对应到housing price continue的 它并不在我刚才的这两个词里面 有一个词不在这两个词里面 所以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短语吧 我我继续坚持把这个东西讲完啊 如果大家下去以后 那个你在看一看这个文档里头说的这个东西的话 你一定能看明白他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从最上层来说 就是我现在有词对词的词到词的对齐 我要去找短语到短语的对齐 那我怎么办呢 我启动了一个滑窗 这个滑窗的窗口是1 从目标语言开始啊 滑窗的窗口是1 OK 后来变成了2 它是从左往右不断去滑动 然后滑窗的窗口变成3 然后他每次滑动的时候呢 他会去判断这个滑窗里头 对应的这个对应到这个中文当中 这两个对应是不是满足条件的 然后满足条件要满足哪三个条件呢 刚才上面提到了三个条件 这个叫一致性的第一啊 叫一致性一致性短语 要满足这样三个条件才叫一致性的短语 然后 如果遇到不匹配的短语 我就直接掠过当前 这个窗口就往下滑了 那明白吗 窗口就往下滑了 我这个窗口就就不对 就这个意思 长度不用加一啊 你这个地方如果长度是二的话 它是先是北京housing 然后后面是housing price 然后是price continue的 如果你一加一不就长度变成三了吗 它二的必须全扫描完才会扫描三呢 对吧 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啊 说短语长度是不是加一 啊 好 然后 这个地方的短短语翻译表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从我的词对词的对齐去生成短语到短语的对齐 用到的方法叫做一致性算一致性的这个短语这样一个算法一致性短语的这样一个算法 然后这个算法做的事情是我取了一个滑窗这个滑窗有不同的长度 当它固定一个长度的时候它会从左一直滑到右 比如说我固定长度为一 它会一直检查北京是不是有短语对 housing是不是有短语对 然后往右滑prices是否有短语对 continued是否有短语对 然后to rise是否有短语对 然后当它长度为二的时候它会一直检查相邻的窗口一直往后移去检查这个东西对应的这个中文是不是它是一个短语 然后长度为三也一样 它就是一个滑窗再往右滑 所以你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长度从一开始一直到句子的长度整个句子的长度你就可以拿到对 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些对应的一致性的短语 最后是保留了所有能够匹配上的这样一些划窗对应的短语 ok 好吧 所以这个有有点抱歉啊就是这个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里头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我我从最上层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但是非常detail的这个东西你下去看看这个文档肯定能看明白的对 便利结束的条件是啥便利结束条件是你这个窗口碰到了右边或者是你的长度已经达到了这个句子的长度 好吗 因为你的你的窗口最长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六长度为六的窗口吗对吧 所以这一步就是生成了候选的短语那你生成了候选的短语有什么用呢 你要去得到概率了接下来的就是一个对应短语表的一个概率我去做技术技术啊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啊大家如果刚才的东西没听懂就把刚才都忘了你就你就假设你现在拿到一个东西拿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短语对齐表 主要是从词对齐的表到了一个短语对齐表 所以你现在拿到这样一个短语对齐表里头有北京房价持续啊持续上涨然后房价持续上涨等等对应的这个短语那你现在要去估计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概率 我得知道说把这个持续上涨我举个例子啊上涨它这个地方对应的是to rise那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会对应rising呢在其他地方会对应一些rise的就是不同语态的呀这样一些一些实态语态的这么一些格式啊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对哪一个对齐它的概率是最高的呀那你要去计算一个这样的概率吧 所以依旧回到回来回到这个统计上去做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技术嘛这个这个很简单吧就是一个技术 就我不知道说北京和北京它的这个对应概率到底有多高那没关系我就去查这两个东西贡献的次数到底有多少次 就是就是 中国啊这个北京和北京贡献的次数有多少次然后再去查一下 我我的刚才的这个短语表里头在我的这个短语表里面我的北京啊我的这个sorry 我的北我的这个 我看中翻英还是英翻中啊如果是中翻英的话你就是去查北京去对应其他的翻译 他有多少个然后去做一个处法 就是一个最一个一个最大自然估计嘛极大自然估计嘛 统计一个评次啊统计这个 这两个东西对应这个叫做持续上涨 叫continued to rise 它出现多少次对吧然后你再查一下持续上涨其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出现了多少次 所以就是我的这个表达方式出于总的表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表达方式之和到底 那就拿到了一个概率嘛 能理解吧就是我这个表达方式的次数和所有的表达方式的次数 你就做一个处法吧 所以记得大家很很好get到他的意思啊就是目标语言到原语言他的一个这个翻译的概率 然后原语言到目标语言也是 但这里头会有一个问题啊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仔细的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有些情况下 这两个短语都只出现了一次 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对对有同学反应很快啊 就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有非常长的短语 比如说北京房价持续上涨 这个短语可能就只出现过一次 在我的10万个语料或者100万的语料里头只出现了一次 那有同学说那这样的话概率不就是一了吗 那你就非常肯定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那万一你给的这个句对里头会有一些噪声 他这个翻译不对 那我岂不是就就因为你你这个东西不对 然后就就就挂掉了 出来的结果就就完全不对了 对所以他会做一些处理 大家仔细看一看啊他他做了一个检查 什么样的检查呢 他会把这个北京房价持续上涨 去做一个拆分 拆分成很多个 更小力度的词 然后去看词和词之间的对应关系 能明白吧 就是如果你这句话 你现在给了一句噪声的话 你说北京房价持续上涨 对应的是I am very happy 那他会去找北京房价持续上涨 每一个词和I am very happy的词的对应的一个概率 他如果发现这个概率很小 他就说你这个你这个短语对这个概率是有有问题的 你不能这么算 所以这个大家能能能能理解这个地方说的意思吗 就因为你短语嘛 短语是有一定程度的嘛 那他出现的评词肯定不如词一样 在你的语料库当中出现这么多次嘛 那如果你现在还要去评估他的概率的话 那你用刚才这个公式的话就直接得到I了 你会发现他只出现过一次嘛 只出现了一次 而且对应的这个英文翻译 对应的这个目标语言的翻译就是这个词 这个短语 那他概率就是I了 这个显然有时候是有风险的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词汇的加权的方式去做 去处理这个 这种情况 那所谓的词汇化加权呢 他说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把刚才这个短语拆成词嘛 拆成一些word 然后就看词对词 他之间是不是对应的 你会发现 北京房价持续上涨和I am very happy 他完全是对不上的 所以你会拿到一个非常非常 对 非常非常 对 非常非常小概率嘛 你看 刚才这句话北京 对应北京 房价对应housing 房价对应prices 持续对应continued 然后上涨对应rise 这个东西概率算出来是有一定大小的嘛 但你如果北北京房价持续上涨是I am very happy 的话 你去这样做一个拆分 你求出来是概率肯定是很小的嘛 对吧 能理解吧 所以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对这些比较长的短语去做了一个交对啊 就是我做这个他的概率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处理做了一个交对 那所以这 这个第五讲这个短语翻译表的这个构造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估测出来了刚才短语的一个概率 因为你刚才生成了一大批的对齐的短语嘛 那我现在就是估测一下这些短语它到底有多大的概率是 对齐的或者说是一个一个对齐的一个双语的一个短语对 呃 好 然后 我们咱们咱们这样咱们 休息五分钟好吧 然后一会再再接着讲 OK 咱们休息先休息五分钟 大家能听得到我声音吗 OK 好 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啊 我解答一下说 一对多是吧 有的 有的 我们来看一眼啊 嗯 就这对齐文件 然后 大家有看到这个地方吗 6对6 6对7吗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33对41 33对42 33对43 因为有时候一个汉语它就是能 需要几个英语才能表达出来 一个汉语的词汇就是需要几个英文的单词才能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你看33这个这个词中文的词 有需要英文的41号42号43号44号45号 5个词才能表达出来一个汉语的词汇 对 所以是有一对多的情况 所以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短语 抽取这个短语 抽取这个短语的时候 我需要去做一个检查 因为它不是一对一的情况 它有一对多的情况 所以才有对应过去 可以对应过去 但是对回来你发现对不回来的情况 是有的 好吧 所以有同学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的很好啊 就是 这是因为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才抽短语的时候 才需要去保证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短语的 这样一个要求 才会提出来这样一个要求 叫一致性短语 OK 然后 做完这一步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啊 实际上我们这个啊 其实像后面有有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 实际上在这一讲之后呢 还有语言模型的一部分 我给大家略过了语言模型 因为我我假认大家这个ngram已经很熟了啊 就是n元的这个语言模型 然后一会我们做解码的时候 实际上是需要用到这几个东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一些 刚才大家看到这个概率 概率表啊 已经有这样一些概 已经有这样一个概率表和语言模型的这个language model 概率表 翻译的概率表和language model的概率表 那我需要去做真正的翻译 我有新的句子过来 我要做翻译的话 我怎么做呢 实际上我我要 我评估一个语言到另外一个语言的翻译 实际上是可以评估出来一个概率的嘛 那你要找到实际上这个翻译 就是找到最大化这个概率的那样一个翻译嘛 对吧 好 对最大化这个概率的一个翻译 比如说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啊 实际上他做的事情这个translation呢 把一个德语的句子转成一个英文的句子的话 实际上就是 你可以看到最后转完以后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你那个概率实际上是可以求的 他会以三种 他会以三个部分去评估刚才的那个概率 哪三个部分呢 第一个部分叫做translation model 大家能看得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公式吗 我给大家分解一下 最左边这个东西叫做translation model 就是我们刚才大家看到的短语表 就是那个短语表求出来那个概率是用在这儿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叫做reordering model 叫做调序模型 就是有时候一个单词翻译完了之后 他对应的这个中文可能会跑到后面去 而不在当前对齐的这个位置 就因为与序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reordering model OK最后是一个language model 语言模型 我通过他可以去评估说这句话是不是正常的表达 是不是人家母语是英语 或者母语是汉语的人正常的一个表达方式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三个组成部分 我会对这三个部分去做一个加权 或者做一个成绩这个时候是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phrase translation 就我刚才的短语 我抽取出来的短语 概率就是用在这儿 第二个东西叫reordering reordering就是我翻完之后 我去看一看 在我翻完的这个句子当中 到底有多少语序的一个调整 实际上这个地方 他计算了一个distance 计算了一个 开始到结尾的一个语序 错续的一个计算值 然后最后这个language model 是一个语言模型 大家都知道了 ngram 是一个ngram的一个语言模型 所以主要就是这三部分 刚才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这里头的内容 OK 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做解码 或者是翻译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一句德语的话 对吧 我需要去把它翻译成一句英语的话 所以在这句德语的话里头 我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候选的phrase 对齐的短语 对吧 因为你会发现 德语的这一个词 可能就会有四种对齐的短语 从我的语料里头挖出来 只不过它概率不一样而已 然后这一个词也有这么多种对齐 短语对齐 这一个词也有这么多的短语对齐 然后这两个组在一起 又会有这么多的短语对齐 这幅图大家能看得明白吧 就这幅图说的意思 就是说任意的这两个组合的这个短语 我就有这么多的短语对齐 就是我刚才抽出来的短语对齐 然后这两个词在一起 它也有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短语对齐 然后这三个词在一起 会有这么多的短语对齐 OK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什么呀 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 你其实就是为了找到一条路径 从进来的地方开始 一直到结束的地方出去 然后它能这样刚好串成一条合理的路径 而且这个路径的沿途的这些东西 就是足起来的这个概率要非常高嘛 所以当然这比大家想象的要 这比大家想象的要庞大非常多啊 举个例子来说 它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从德语这一句话的德语 去翻译成英语的话 其实它有2727个短语对 就是对齐的这种短语对 2727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 实际上做的事情就像这个地方 黄色这条路径指的一样 我可以从这个地方 he go does not home等等啊 这种东西去组出来一句话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标准答案了 大家能看得出来这句话的话 英文读的读起来的通顺度都不够 对吧 所以但是我要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说我从头进来 然后从尾部出去 能组出来这样一条合适的路径 那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你要穷尽所有的情况的话 这个是做不到的 这是一个NP问题 你是时间复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是无解的 你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 所以我们只能想一些自优的一些方法 去尽量的保留下来其中 比较好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这个地方做Machine Translation 有两个算法用的非常非常多 一个叫Beam Search 这个地方提到Beam Search 另外一个叫A星算法 那Beam Search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算法 而且很有用的算法 有用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都知道NURM星象自立型 谷歌新提出来的 基于神经网络的翻译系统 那那个翻译系统 它最后也用了这个算法 就是在解码的时候 它也用了 它在解码的时候 如果你为了取得好的效果 你也要加Beam Search 它论文里头是直接说了的 所以这个算法用的 用做这个路径的查找 或者是最优化的这个问题 用的非常非常多 叫Beam Search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做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刚才这个东西之所以是一个NP问题的话 是因为 是因为它实际上可走的路径太多太多了 对吧 你每到这棵树 你把它看作一棵树的话 你每到一层 的话 你再往下一层走的时候 你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候选 所以你如果要 这就这就像大家都知道 这个 阿法布和李诗时去比赛围棋的话 你要知道围棋落子的情况非常非常多 那它如果你把它这个蒙德卡罗尔搜手树 你把这个东西看作一棵树的展开的话 它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种情况的 非常非常多种不同 多条不同的路径走 你是没有办法重进所有的情况的 全都走到 那这个地方翻译也一样 虽然它没有像围棋那么庞大 就是那棵树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翻译一句话 如果就已经这么大了 那你要翻译这么大 这么多段的文字的话 其实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不可行的 所以你需要一个东西去缩减这个 这个复杂度 对这个地方提出来这个算法就叫做 叫做beam search 它会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我每一次只会保留下来 尽量保留下来比较优的一些候选 然后从这些 节点上再去展开下一层 这个数才去展开 不然的话这个节点如果我认为它概率很小 对就是一个简直 它会做一个 会去做一个beam search的话 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和简直还不一样 它会去限定我最多的这个宽度 beam search 大家能从这个英文里头可以听得出来 实际上它做的事情是我限定了一个一定的宽度 就是我只能有这么多个候选 然后超过这个候选个数的那些 概率比较低的我就不要了 所以它是一个带参的 就是给定一个一定参数的这样一个 简直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做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看看 我刚才已经说了有这样三个模型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公式啊 从chancellation model language model 到reordering model 然后我是对他们的概率去做了一个乘法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有简直这一步 简直一步做的事情就是刚才大家有 有前面的话这个地方简单的过了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有it is 有it is 那它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把这两个东西做了一个merge 做直接做了一个合并 或者说它就会选这个it is 一定是概率比较高一些的 ok 比较差的那个就被drop掉了 所以它会做一些合并 做一些合并和一些简直的一些操作 那beam search做的事情就是我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往后去做解码的时候 我每次最多就选一定个数的候选 那你解释了就是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stack 有一个站然后它会不断的往里头去放 那放的话放这个候选的话 它每次只放一定个数的若干格 这个地方有个算法 但算法的话大家看着会有点懵 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它这一句话去翻译的话 先从头开始它开始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它从最开始的这个地方去抽取出来了 最可能的一些translation一些短语的一些一些 我们回到前面这个图吧 这个图 它最开始它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它会以这些东西为起步 然后去构造一个head 一个第一项吧 起始的这一项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每个起始的这些项子概率其实是不一样的吧 那概率不一样的话实际上 它如果是beam search的话 它其实会保留其中的一些比较优的这个候选 或者一开始的话可能还好 到后面的话计算量会大 然后从这个再往后展的话 它只会它它会做一定量 一定程度的简直 会根据概率 大家能想象到就是 这个he 后面如果接rtr 或者hego 肯定肯定是不对的对吧 语法上就不通 那你计算得到这个概率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 你在你的你的这个短语表表里面的概率 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 它就会通过简直的方式去去除掉一些效果不太好的 这样一些候选 然后这个地方的beam search呢 你简单的可以理解成它是 对维持了一定的 size一定的beam size 这个柱状的嘛 这个柱 就是这个这个所谓的beam 你就可以理解成它有多少个候选了 所以它是维持到从第一个开始 OK如果我是两个的话 所以我到第二层的时候我就直选两个 那我到第三层的时候 每个第二层往下展我就只会展两个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所以它做了一些简直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 我的这个复杂度或者说我这个算法我这个解码才是复杂度才是我可以控制可以控制的 OK所以它的decoding的部分主要是用到了这么一个算法叫做beam search 然后后面的东西实际上大家能看得到就是你往后去组不同的短语嘛 组出短语来了你就可以去计算概率嘛 用刚才的方式 刚才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前面那个公式吗 有有这个短语表的这个概率对吧 然后有你对应的这个language这句话的语言模型的概率 以及这个reordering的这概率 然后你会用这三个东西一起去计算出来一个结果嘛 咱们后来做了一个优化 后面这个优化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我就先不给大家提了叫做这个 他会去预估一下未来的代价 叫future cost 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是这个这个算法 他能够找到一个从头到尾能从头到尾去找到一条他认为 比较好的候选的路径一条或者是多条啊 一会我们看到解码的时候大家看这个 我们去看这个实际的操作 你会看到最后会会你可以指定我要留几个候选 那他都会保留下来概率最高的N个结果 那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去做评估的 所以下面一步就是你做你做完这个事情一定要去做评估对吧 你机器选习的所有的模型也一样 那这个地方翻译系统也一样去做评估 所以评估是一件比较比较麻烦的事情 因为一般情况下人工去做评估的话 显然是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费劲的 所以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做做这个评估呢 就是要给标准答案嘛 那翻译这个东西比较麻烦的是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提供提供一个标准答案 他只能提供一个参考答案 所以你最后的这个评估评价的这个得分 实际上是从参考答案上去得到的 那这个参考答案呢上面 你怎么去通过中文到英文的这个参考答案 你自己预测这个结果和标准答案的之间去比对 产出来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评估的一个结果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 我只讲一个啊 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标准 叫BLEU 如果你去看去年的谷歌的基于神经网络的翻译系统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结果里头也是用的BLEU去做的评价 去对比其他的系统 所以BLEU是怎么去做的呢 大家想一件事情啊 我现在翻译完了之后 比如说 我说我很高兴 然后翻译的结果是I am happy 那标准答案参考答案给的是I am very happy 那这两句话I am happy I am very happy 或者这个 这两句话之间怎么去评估它之间的一个相近度呢 因为BLEU 因为那个翻译的这个好与坏无非就是评估和标准答案之间的一个接近程度嘛 所以这个地方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 你看他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BLEU这个判定判定标准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去判断所有的N元N元的这个元组Ngram 两个你翻译的结果和标准答案之间N元N元组Ngram之间的一个重合度 那能理解我意思吗 就是我很高兴和我非常高兴 他们之间都去求1元2元3元的3元组 然后去看这两个N与Ngram之间的一个两个set两个集合之间的一个重合度 然后BLEU的话通常是计算1到4元 就是unigram到4gram 然后算出来这个之后 他会根据这个公式去做最后的计算 这个地方会有个准确率 所谓的准确率就是你能理解我 我有多少个 我有总共你的标准答案里头有多少个N元组 然后我有多少个N元组是和你重合的 我用重合的这个N元组去除以总的N元组 得到的就是一个准确率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会计算1元到4元的所有Ngram的准确度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前面有一项 前面这一项 这一项的话可能大家看的会 你看一下你就能理解 因为有些情况下我们的输出的这个 我们翻译的这个句子的长度可能会很长 有些时候我们翻译的句子可能会很短 所以我会用它和标准答案 给参考答案之间的长度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当我的长度比标准答案的长度要长的时候 我认为前面这个系数是1 如果是要短的时候呢 我会前面这个系数我会去后面这个几分之几 这个下面有一个简单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reference 这个reference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中翻音的这个 这个翻译当中得到的结果 所以中文翻英文它给了一个参考 参考的句子大概是这样一个句子 然后我的有两个系统 一个system one 一个system system a和system b 然后我会去计算它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比如说egram就是一元的语言模型 所以它就是看每个词重合度有多高吗 所以这两个重合了OK 然后responsibility没有重合 off没有重合 Airport重合了 对然后safety没有重合 所以是一二三三嘛 三除以总共是多少个单词 你除一下除一下这是六嘛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嘛 总共六个单词嘛 有三个是重合的嘛 所以是不是六分之三准确率 对吧 那system b的话 你会发现它所有的Airport security 然后以及这些officers are responsible 全都在这里面 6比6嘛 6除以6嘛 这是一元语言模型 求出来的一个精准度嘛 那如果二元的话 二元的话 它是两个两个去组嘛 你会发现说OK 这个可能是五分之一 有一个在里头 对吧 前面这两个单词组成的这个2gram 是在里面的 然后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下面这个system b 里头会有四个都在里面 对吧 所以是五分之四 然后同样下面这个东西可以去求 所以你可以求出来一个BLEU 你就会发现 这个 呃 system a 得分非常非常低 system b 得分是很高的 啊 52 0.52 2 OK 所以 我 这个地方 我 我这么给大家讲 大家能明白 他是怎么去比对 这两个东西的一个相近度的吗 比对我 做出来的翻译和标准答案之间的一个相近度的吗 就是我把所有的N元 从1元到4元的所有的Ngram全都取出来 然后用这些Ngram去看它的重合度 Olet 看看它和标准答案之间有多少N元组是重合的 所以这个东西叫BLEU 这是一个国际上非常非常通用的一个 对 N元 这个国际上非常非常通用的一个评估标准 然后你就看到各种各样的和Machine translation相关的论文里头 都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啊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多个reference 如果我们有多个参考答案的话怎么办呢 因为大家知道 呃 同样一句话 我在中文当中我可以组织另外一句话和他表达的意思 一词完全一模一样 但我用的词汇完全不一样 对吧 这是可以的 你可以考虑这个多个reference的时候你可以算这个BLEU 它应该是会 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可以取个平均了 对吧 或者是 你可以去给不同的参考答案不同的权重吗 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后的评估 评估的话如果你是给定参考答案的话 这个地方用的方式叫做会去计算这样一个结果叫BLEU 它会计算1元到4元的这个Ngram 他们的重合度到底有多高 然后前面会加一个Penalty 会给句子的长度一个惩罚 如果你这个句子长度非常非常短的话 说明他觉得他的信息包含度是不够的 那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如果我非常高兴 我只翻译到了我高兴 那这个句子长度是很短的 而且我高兴两个词和他的重合度非常非常高 但是认为我高兴这个句子很短 所以他里头缺失了一定的信息 所以我在前面加了一个惩罚 就是我非常高兴和我高兴 我高兴更短嘛 所以前面有个系数在前面 所以BLEU的得分就低了 OK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然后 大家下去以后可以看看对应的这样一些资料 然后这个资料里头呢 对参考答案是人工做的 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啊 参考答案是人工做的 然后这个流程呢 我再给大家从最上层去梳理一下 大家先不要care那些非常非常底层的 这个里头涉及到的一些算法 或者是一些原理 我们去完成这个machine translation 如果你来到 大家能看得懂 能看得到我这个页面吗 能看得到我这个页面吗 好 所以如果听的懵的话 我们从实际的系统实际的案例当中给大家过一下 就是你看我们一个翻译的系统 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啊 这个是一个国产的一个machine translation的一个系统 当时号称比模西效率要高 而且准确度可能还要高一些 但是后来没有人维护了 然后那个这几年更新比较慢 那个MOSIX现在还在继续 模西现在还在继续更新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step by step menu 一个指南 一个逐步的指南 告诉你怎么去用这个new chance这个phrase 基于短语的这个这样一个翻译统计的翻译系统 然后你看到这头步骤 这头步骤告诉你说先要做data preparation 对吧准备数据 双语的语料的准备数据 那这里头有一些准备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有tuning data 对吧 这是用于做训练的 那有这个tuning data tuning data呢 就是我实际上大家想一想 我在做这个解码的时候 我是可以选的嘛 不同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候选嘛 那你走每条路径的这个权重或者是概率实际上有 是可以调的可以想办法调的 那这个地方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机器学习当中的超参数 就是hyperparameter 其实它不同的话实际上对最后结果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类似于你可以对几个model 对几个刚才说的这个 language model testration model等等去做一个权重的调整 调整到最佳 所以这是tuning data 这部分data呢 不在tuning data里头 是他没看过的 ok 然后有test data是真正用于我们最后去测试它效果的 那明白吧 就是我们在机器学习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叫cross validation 对吧 交叉验证帮助我们去找到最好的参数 那这个地方tuning data和它有点像 那evaluation data就是做评估的嘛 所以你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的话 它描述了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上情况 我们切到上面 然后我们来到data文件夹底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头有什么呀 有translation model的chaining set 对吧用于translation model的这个训练集 然后有这个language model 专门用于语言模型的训练集 我们来我们切到这个language model的训练集里头 你就会看到它其实和刚才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language model呢实际上语言模型 你完全可以用额外 你不需要双语对齐 所以我们当时我自己做翻译的时候 我用了5000万的最开始的时候 用了5000万的中音平行平行的句对 但是我当时中翻音的时候 我的英语的语言模型 你实际上是从各种地方收集了量级在e以上的这个语言模型 去这个语料去生成语言模型的 因为语言模型只需要单语嘛 它不叫双语 这个很好准备 所以它这个地方分了不同的文件夹 你看到lmchaining set 就是语言模型的训练集 这是translation model的训练集 刚才我们生成短语的那个 然后会有一些这个tuning data是用来做调优的 对等等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步骤 它的下面一个步骤 就是要生成我们刚才的这个translation model 生成我们刚才的这些短语对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它要输入什么东西 它需要输入对应的中文 需要输入对应的英文和我的对齐的文件 这个对齐文件就是通过激杂跑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把这个东西回头发给大家 就是激杂这个东西 就是一条命令就可以直接跑 你就可以把这个对齐信息生成出来 然后我对词对词的对齐信息出来了之后 我就可以在这个的技术上去完成后续的短语的抽取 和短语概率的计算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跑起来以后 它就是在做各种各样的统计 因为你的这个对齐已经 刚才在用激杂已经跑出来了 词对词的对齐已经跑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一致性的这个 一致性短语的这个原则去抽取出来短语 然后并且并且计算短语的概率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最后你计算完了之后 你就会拿到这么几个model 一个叫phrase translation table 这样一个表 然后另外两个是reordering reordering的表呢实际上就是一些排序了 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这两句话之间 它的这个顺序大概有有有多大的 有多大的一个调整 就是一个词到 从一个语种到另外一个语种 它偏移了多少多大长度 你可以可以看一眼 我我已经我之前跑了一遍 大家可以用这些命令再重新跑一下 去感受一下 然后我们来到work底下 你看到这一头的model.phrase 然后你会看到这一套文化有一个文件 有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几个文件 一个是phrase translation.table 这个呢大家在刚才已经看过了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很多次了 他就是短语到短语的一个概率 短语到短语的一个概率 ok 然后会有一些调序模型 比如说me.reorder table 他就是告诉你说这个词 当出现这样的时候 ok 当出现来的时候 他们他的这个 是这样一个顺序调整 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 还是在他 在他对应的位置之前之后 或者是不动等等 他们的一个概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你就你运行了那个命令之后 你就会生成这样的几个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model.phrase 把它存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重新再给大家跑一下 你会看到信息全都会出来 surprise 然后我把刚才写好的脚本跑一下 先要跑一个总的训练 也就是跑我们的这个生成我们的所有的短语 生成我们所有的短语和短语后 我们的短语和短语的概率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粘贴 它就是一个训练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呢里头串了一些训练 这个训练是对freeze 对短语去做抽取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你需要告诉他说 我的工作的文件夹在哪 也就是我待会东西会生成在哪 ok 然后我的原语言 你看-s sauce 我的原语言是什么 是 chinese.txt 我的目标语言 target语言-t嘛 target语言是什么 是english.txt 我的-a是我的对齐 我的词对齐的文件alignment嘛 对吧 然后他就开始 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的 这个一致性的 这个短语的这样一个原则 去抽取短语了 并且计算概率了 所以你运行一下 你就会发现他 开始 ok我看一眼 no such file ok 刚才那个文件夹被我们 刚才那个文件夹被我们mv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这个文件夹 我们重新 建一个文件夹 叫model.phrase ok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script 底下 我们再运行刚才的这条命令 告诉他说我要生成东西 在model.phrase 你一跑 你看他开始抽取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他会先把所有的词汇 扫一遍 因为我要抽取短语 我先要知道我有哪些 我有哪些有实际含义的词汇 ok 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他会开始抽取短语了 看到了吧 exact phrase table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开始抽取短语 那抽取短语 就是按照刚才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去滑动 用滑窗的方式 不断的去滑动这个窗口 然后去找出来候选这样一些短语对 然后去判断他是不是满足一致性的短语的这样一个要求 不满足我就把它叫掉满足我就把它留下 ok 所以现在就是the extract phrase table 一会儿你会看到他还会计算一个概率 所以就是和我们说的顺序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已经处理了个十百千万八万行九万行了 对吧 我们总共十万行数据应该很快 ok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我在calculate score 我在计算我的我刚才的概率 对你看很快他就他在做计算 现在有这个从我刚才短语过来嘛 所以这个现在是70万70万行这个短语对 100万110万120万 好大家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玩一下 这个还挺有意思 你可以看一看他生成的文件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了 他不像大家去学这些非常 就是可能会会有点像blackbox黑核的这个神机网络 或者其他这种算法 就是基于统计的这些算法 他都是老老实实按照统计归统计的东西出来的 所以所有的中间文件 你看他现在生成的中间文件我们可以去看一眼 是 哦我这个地方还在做 还做迭代好我们再开一个吧 再开一个窗口我们 cd到 然后我们切到 neochancesmt的work底下 我们看看他现在还在跑的model.freeze底下 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中间的文件都生成在这 你看他现在有一些中间的文件 他实际上就是在做就是在做一些相关的统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眼啊 我们可以看一眼 比如说你 所以你看一眼你会看到他现在这些东西他就是在做统计 他在做他在做技术 ok 所以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老老实实按照统计 机器学习的方式 统计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去做的 你看他现在在对所有的短语表去短语表里头的短语去计算统计 计算得分 ok 所以这是第三步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顺序来的 所以这是123第三第三步 然后这个地方我在跑积杂 就是这个会非常非常的耗时间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积杂的话 就是在跑这个词对齐用的IBM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IBM1 IBM2 这个HMM银码 对吧 所以他用EM算法在做在做迭代 现在是这个Model1的第一轮迭代 你看Model1的第二轮迭代 所以这个就是 实际上我抽取短语和计算短语概率 就是在这样一步 叫Channel Translation Model 这样一步里头完成的 然后语言模型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语言模型它有个内置语言模型的工具 然后他最后把语言模型建成了一颗字典数 但是你实际上可以用我们的 上我们之前的课给大家讲的 Language Model K-E-N-L-M 那个比较好用 OK 然后是可以加载 加载在这里面用的 然后你需要去生成一个配置文件 最后这个Configure 这个User.Configure 他会这一头会告诉大家一些配置相关的一些信息 你最后就可以打起来一个Server了 起来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来到刚才已经训练好的Model 我用我之前已经训练了一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眼 这一头有一个 NewChance.phrase.model.configure 然后你就看到这里头会告诉你说我解码的时候 我这个OK 我解码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我的原语言 我会用到的短语 我的原语言的短语 因为我会生成一个短语表 那我会用到的原语言的短语 短语表里头用到原语言短语 最多用到长度为7的 有7个词的短语 超过这个我就不用了 OK 然后我的目标的这个target phrase.size也是最多为7 然后大家会看到其他的一些啊 就是一些一些max,sample,number number 然后其他的 大概就是一些设定 然后告诉你这个reorder,remodel 我的这个调序用的是哪个table 是吧 我的调序用的是哪个table 然后我的phrase.table用的是哪个table 因为有时候你会产出多个模型嘛 那你要知道你加载哪个模型 最后是通过这样一个配置文件来指定的 所以这个地方还在处理啊 就是基于统计的这种方式 他就是需要去做一些技术 所以他这个地方是一行一行处理的 需要去相应的做一些技术 但是他这个虽然是脚本语言串的 但他底层的东西是C++写的 所以速度其实是可以的 速度已经是比较快的模式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下面有一部叫table filtering 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如果从我举个例子 我之前从5000万平行语言语对里头 产出来一个模型 但这个模型你在线上加载进去是非常消耗资源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事情 说如果我只要翻译这个 我现在的场景只要翻译医学相关的词汇 我是对医学相关的领域去做翻译的话 那没关系 我就找一些医学的词汇出来 然后我去做一个 filtering 做一个过滤 我只保留和这些词汇相关的这样一些短语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那一会我用的时候 我就只加载这些短语就够了 其他短语那些 见不着的我就不用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你看它是一个可选的嘛 它是说如果你现在加载不到内存 如果你是对一个子领域去做翻译的话 你就做一遍过滤 你把你要的那些短语抽出来就好了 所以它是提供了工具去做这个 然后底下有一个wait tuning呢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和我们积极学习当中的超参数 选择是一样的 我们在最上层呢 这个configure里面 我们不是设定了一些参数吗 大家刚才看到我取最高为7的这个 phrase 短语对吧 但这个值是不是7是最好的 不一定嘛 所以这些这些值你是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 就通过这个wait tuning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相应的这么一些选择 然后真正的解码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用decoding 这个地方decoding的这个脚本去做啊 当然它可以它可以直接起一个服务 它可以起一个服务的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仔细的看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个e-best e-best呢是因为我们在configure里头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configure的话 你会发现我指定了说 我解码的时候只找 概率最高的这一条路径 其他路径我就不管了 一条路径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one-best 但如果你在里头指定是2的话 那可能是two-best 它会解码出来两个候选 比较它认为比较好的这个结果 然后最后这些东西就是一些还原了 大家想象的到从中文到英文的话 你翻译过去的话 英文的句子全都是小写的嘛 所以你要把首字母再重新大写回去 对吧 把这个其他东西去做一些还原 这个句号最后这个句号 你要把它收的和和这个翻译的 英语的这个句子 最后一个单词是贴着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评估 评估的话就是一行代码 你就可以评估 他就评估的BLEU 就是BLEU 首先你需要把它转化一个格式 转化完了之后 你就用用这个国际通用的这样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模系也是用这个脚本去做评估的 所以用这样一个脚本去评估一下 这个XML 他需要把它转成XML的这个格式 然后你再对这个reference的XML 和你最后出来结果的一个XML去做一个比对 他是能够计算 帮你直接计算出来一个BLEU的 大家看到这个IBM Version BLEU score 对吧 对这是一个流程 然后大家需要的这么一些 包括基杂 包括摩西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装上了 在 这一层可以看得到有 有这个Moses和NewChance 然后里头有Tools 底下有大家需要的工具 一些工具 比如说基杂和Can LanguageModel 对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玩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要 你看到这个结果 你才知道说OK 他是怎么去统计去做的 如果你只看这一堆公式的话 是比较容易懵的 当然我们给大家的这几个文档里头 这给大家这几个文档其实并不难 就是第几奖的这几个文档啊 第一第二奖 第三奖 第四奖 第五奖 这几个文档其实不难 你下去以后大家看一下都能看得懂 然后这个IBM Model呢 它会有一点点难 IBM模型一和二模型会有一点点难 如果真的对这个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下去以后再看一下 对吧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服务器是 这个服务器是给NLP版的 不是给 并不是给这个 不是专门给年会员的 所以应该在咱们这个班的同学 都有机会用 好吧 然后数据和工具都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对应的这个账号会发给大家 好吧 对 中 有人 有同学问到说中翻音的话 时态是不是容易错 是的 我之前就发现时态和语态都很容易错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一个解决办法是 如果 如果你有足够多的 语料的话 它是能够区分的出来说我正在吃饭 可我吃过了饭 我吃过饭了 它不同的时态 它是能学习的出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你会在这里头加一些规则 一些后处理 一些后处理 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 能想到的想得到的一些办法 统计与统计的这个机器翻译用的都是 一些大家能够 大家能够想象得到 能够想得到的这么一些处理方式 都比较比较 朴实一些 朴素一些 OK 好吧 然后 这个部分 机器翻译这个部分呢 会比较 因为它内容比较多 然后 但是它比较好玩 所以我建议大家 去学这个东西 就是 你去看一看 它中间这些步骤是怎么跑的 跑完之后的中间结果是什么 肯定可以理解的 好吧 然后 你看这个地方已经 已经开始做调削模型了 啊 你开始做这个filtring 然后他前面已经完成了这个score 打分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filtr了 然后一会儿 filtr完了之后呢 就这个对应的这些model都有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完成最后的解码了 好吧 然后这个基本的语料已经准备在上面了 大家 呃我我会 让就是这个服务器回头应该7月会 把对应的这个账号会发给大家 然后大家上去以后自己去根据说明去操作一下 好吧 好 然后今天的课呢 主体部分就就讲到这 然后这几个这几个D级奖的文件的话 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IBM模型的话 就是一个option 就是option就是你可以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不用做深入的了解 ok 好好好 咱们今天课就先上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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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